香嫩三杯雞 酸甜开胃糖醋鱼片 倒到料理令人垂涎三尺 看卷高雄这间热潮餐厅的美食 不少消费者订好年夜饭要团圆过个好年 但在除夕这晚到了现场 才发现铁门拉萨没有一夜 大家都傻眼了 据我所知最起码有超过五组的客人 电金都付了 却直到取菜时才发现店收到初三 没接到任何通知电话 除夕年才损失的就有八位报案提告 金额大约一万六千五百元 业者事后也出面向他们致歉 给出理由 只是无法消化订单没提前告知 还找不到人处理 尽管业者表示以积极协调后续退款 何解的事宜 但这对被放鸟的年夜饭 恐怕也让何家团聚的好心情 受到影响 华氏新闻小新西域新高雄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 给您最专门的华氏新闻